好,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 撒摩尔记下的第一章 那就是,它主题就是 传来扫罗的死讯 传来扫罗的死讯 好,那我们看见呢 撒摩尔记下呢 它是一本呢 专专记载大卫四集的一本书 那我们看到从大卫初次有记载呢 在圣经的整个的记载当中的时候呢 第一次记载大卫的时候 可能还没有称他的名叫大卫 他只是被称为少年人 对吗 所以当时呢 扫罗作网的时候呢 他还是一个少年人 什么是少年人呢 少年大概是十几岁的少年 可能十四啊,十五岁啊,等等 那么我们也看到 在撒摩尔记上的十七章那边 有记载 他是在他的家中看养的 他的哥哥们都被召去当扫罗的兵了 然后有一天他爸爸叫他去 去拿食物去探望他的哥哥们 那个时候他就那边就看到格利亚 所以他就向格利亚宣战 那时候他还是一个shepherd boy 一个小牧羊人 小牧童 那么呢 所以他还没有被召去当兵的 所以呢 大概也很可能 我们估计的 我想大概蛮准确 他还没有到二十岁 为什么呢 因为以色列人 是二十岁以后才当兵的 在历代之下二十五章五节有讲 可能你上网也查不到 那但是呢 从这段经文有看 历代之下二十五章五节有说 然后我们发现呢 撒母尔记下五章四节 多几天我们就会看了 就是下个星期一我们会看 他到了三十岁 他就当了王 他首先当王的时候 他没有当整个以色列的王 他只是在西伯伦 当了犹大自派跟边亚米自派的王 然后后来呢 他才当了整个以色列全国的王 十二个自派都归向他 那所以可见从 假设说他是十几岁 可能十九岁吧 他是十八岁 他就开始逃亡了 他一当兵之后 因为他杀死了哥利亚之后呢 大卫这个扫罗就要求他 基本上以色列人是二十岁 所以我想他可能十七八岁 十八岁或者十九岁 总而言之他不是二十岁 他只比二十岁再年轻一点 他就被扫罗召去 当他的士兵的当中 所以他三十岁才做王 所以他这样算下呢 他逃亡大概有一个十年 十来年的十一年的一个过程 所以大卫经过十一年的逃亡 他现在呢 总算是所谓的 我们说守得迎开见 见夜明 或者是见天明 那他就名正严肃地 当上了王 所以大卫一生 我们看到大卫一生 他不敢杀害神的受告者 He did not kill the anointed one 对呀 然后大卫一生却是为神 为国家 做了很多很多很大的贡献 几乎在以色列的历史 直到现在为止 直到现在 以色列的历史中 是没有全无古人 后无来者 那我们就介绍了大卫之后 上我们记下 基本上简单 如果你可以记得的话 我给大家简单 你可以记得 它可以分成两部分 两部分 就是第一章到十一章 第一章到十一章的时候 是讲到大卫非常顺畅 他国家非常得意的时候 我把它改成英文 这样比较好看一点 那么大卫在十二章之后 他就失忆了 他的国家有很多的问题 越来越多问题出现 所以在大卫的生涯当中 为什么他会有得意 in favor 得意或者是失忆的时候 从上我们记下 当然我们到处可以看见 大卫有很多行 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那么他行对了 当然他就得意了 如果他行错了 行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就构成了他的生命的一些的问题 所以大卫行对跟行错 就决定了他的生命 是否被损恩宠 是否得意 是否的失忆 所以弟兄姐妹 这里给我们学习到什么呢 我们必须要行在神眼中看为对的事 看为真的事 好 那我们就一一来探讨 第一节到第五节 就扫罗死了 大卫击杀亚马利人回来 在喜哥拉住了两天 第三天有一个人从扫罗的营出来 衣服失业 投蒙灰尘 到大卫面前 府地拷败 大卫问他说 你从哪里来 他说 我从以色列的营里逃来 大卫又问他说 事情怎么样 请告诉我 他回到说 百姓从身上逃跑 也有许多人扑倒死亡 扫罗和他的儿子 叶拿丹也死了 大卫问 报信的少年说 你怎么样知道 扫罗和他儿子 叶拿丹死了 你看大卫非常非常的紧张 给很注意 要很想在第一时间知道 扫罗跟他的儿子 尤其是叶拿丹 Jonathan 叶拿丹 他的好朋友 他的红颜自己 他的 他的属灵闺蜜 就是叶拿丹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 这个亚马尼的少年人 就 报 扫罗的死信 给大卫 那么 大家想想一下 大卫会有什么反应呢 哇 我的仇人 死了 哇 happy happy 我的仇人死了 他有这样的反应吗 我想 没有 圣经 没有记载 他有这种反应 他有另外一种反应 我们来看 然后第六节就说呢 报信的少年人说 我偶尔到了 吉利波山 看见扫罗福在自己的枪下 有战车 马兵紧紧的追他 那弟兄姐妹 我要大家把思想放在 《撒母儿记》上的31章 就是昨天的内容 跟今天的内容 他的内容可能当中 有一点点的出路 这个少年人所描述的东西 我虽然还没有真实的去 太做太深入 但是从表面看 我看到是有点出路的 没关系 等会我们一起 跟大家一起来看 然后第七节说 他回头看见我 就呼叫我 我说 我在这里 他问我说 你是什么人 我说 我是亚马利人 注意这个字 他说 他是亚马利人 他说 请你来将我杀死 因为痛苦抓住我 我的生命赏存 那弟兄姐妹 31章《撒母记》上 好像指扫罗已经倒在自己的刀下 因为他被建设到了 所以他很辛苦 所以结果他叫一个少年人 把他杀掉 那个少年人不敢拿起刀来杀 他的兵 结果他自己把自己插死 他就死了 圣经是这样讲 31章 然后这里 这个人说 扫罗还没死 那时候扫罗很痛苦 扫罗叫他把他杀死 第四节 我准 我准致他扑倒 必不能活 就去将他杀死 然后把他头上的冠冕 壁上的镯子 拿到我主这里来 大家思想一下 这个少年人亚马尼人是不是有一点现殷勤的感觉 有吗 他好像编一个故事 对我来讲 他好像编一个故事 想让大卫开心 然后在大卫面前邀功 我不知道大家认同吗 然后12节说呢 大卫就失了衣服 没有想到大卫的反应 大卫不但不开心 他很悲哀听到这个故事 听到这个信息 然后跟随他的人也是如此 他的其他的下属也是一样 失了衣服 而且悲哀哭号 意思说非常非常的伤心 然后净死到晚上 你看 连饭都不吃 是因为什么 因为扫罗和他的儿子 这里特别讲 不只是厌拿旦而已 包括扫罗 还有厌拿旦 大卫听到他们死去 他们很伤心 这里说 兵耶和华的名 以色列家的人都倒在刀下 大卫问包姓的少年人 你是哪里的人 他说我是亚玛利克人的儿子 弟兄姐妹 扫罗问他的时候 你是谁啊 他说我是亚玛利人 然后大卫这里就问他说 你是谁 他说我是亚玛利克人的儿子 弟兄姐妹是什么意思 因为大卫会把亚玛利人杀掉的 所以他不敢讲 他直接讲他是亚玛利人 他讲他是亚玛利克人的儿子 那大卫就说 你圣守害死 耶和华的受告者 怎么样不畏呢 就是怎么样不怕呢 大卫叫了一个少年人来说 你去杀了他吧 大卫对他说 你流人血的罪 跪到自己的头上 因为你亲口做见证说 你自己讲的 你杀死了耶和华受告者 所以呢就叫他四位的少年人把他杀死了 好我们就来点读一下 那我们看到呢 这个少年人 他本来以为大卫很喜欢听到扫罗死 因为他肯定知道 因为大卫已经被扫罗追杀了十年 上上下下上上下下 这个信息一定曾经传到每一个角落去的 对不对 而且大卫还曾经在非力士那边 来帮非力士人打扫罗的这个军队 就还有杀其他的人 那么亚马利人这个少年人 他以为他把这个信息告诉大卫的时候 大卫会很开心 哇做得好做得好 哇我的敌人我的仇人死了 他以为大卫跟其他人一般人是一样的 喜欢听到伤害自己的人 招货 但是他却不知道 大卫是一位敬畏死的人 弟兄姐妹 从这里我们就发现 大卫是不一样的 他跟其他人不一样 他一直以来都不敢亲手杀扫罗 然后这个少年人把扫罗杀死 他听到他一定会很生气 所以他听到扫罗的死讯的时候 他的反应跟别人不一样 结果 这个少年人因为错误的判断 他就招来杀身之祸 他本以为大卫听到这个消息 会怎么样 会欣赏他 而且会奖赏他 可能奖赏他一贯半职 哇 他就说 哇 我胜光发财 我发达的 哇 这一次我只是把编一个故事 然后拿了一点点的这个 这个增迹给大卫 大卫呢 我这一次肯定是发达了 就无端端的升官发财 没有想到 结果相反 弟兄姐妹 这个亚玛丽的少年人 因为误判大卫的反应 就这样的被处死了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事情 我们假聪明啊 我们以为 哎呀我们这么做 上帝可能会很喜欢的 我们常常都会做 我们认为上帝喜欢的方式 We always serve God With whatever things we felt that God will be pleased 我们常常服侍神 都用自己认为上帝会开心的方式 去服侍他 但是却没有想到 很多时候不是神开心的 就好像一个小朋友 有一次在一个幼稚园的毕业典礼 然后呢 这个毕业典礼的当中 就有食物 这小朋友就也 的父母也来参与 然后幼稚园老师就报告说 小朋友们今天 当你们学习 老师曾经教导你们 把食物要 拿食物给你们 爸爸妈妈吃 小朋友就很开心啊 就去到自助餐的桌子 就拿了糖果 拿了巧克力 拿了冰淇淋 全部给爸爸妈妈吃 那小朋友的心 他是很单纯的 他以为他喜欢吃的东西 就是爸爸妈妈吃的 他没有想到 其实爸爸妈妈都不吃这些 爸爸妈妈当然是吃成人的食物嘛 当然这个故事 不是说爸爸妈妈生气 但是我要带出的故事是说 很多时候 我们属灵还不成熟 我们还以为神要这些 所以我们真的要去寻求 我们服侍神的时候 要去服侍神 要我们服侍的方式 可能你以为你做这样 神很喜欢 但是可能神没有这个计划 神要你 所以如果神没有呼召你 前时间 你就不要前时间 如果神呼召你前时间 你还是不要 假厉害不前时间 因为你会失去神的恩宠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我们不如在这里讲多 我们继续看 17到27节 那这里呢 这个经文相当长 我就不读 他整个内容就是讲到 大卫为扫罗做师 来调恋他 这个是 他说大卫做哀歌 调扫罗和他儿子耶拿丹 然后且吩咐将这个教导 犹大人 他写下这个歌 叫做公歌 写在亚撒尔书上 所以歌中就讲了 注意这个字 19我们只是读几段 他说 以色列尔 你尊荣者 在山上被杀 大英雄 何尽死亡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说呢 从这个诗歌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了 大卫 与扫罗和耶拿丹 与扫罗的关系 与大卫的人格 看到他跟扫罗 跟耶拿丹 他真的真的非常非常尊敬扫罗 我在想啊 如果扫罗有活作 他会怎么样想 对不对 从这个歌中当我们看到 大卫的真诚 大卫的良善的人格的一面 连扫罗死了 他都不会开心 而且他觉得非常非常可惜 他不计算扫罗的不义 大家还记得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吗 爱的真谛 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 不计算人的恶 对不对 大家还会背吗 爱的真谛 爱是什么 不计算人的恶 也不喜欢不义 所以我们看到 反而我们看到 大卫 他对扫罗和耶拿丹的关系 是那么的深 那么的真实 我这里可能打错了字 我把它改一下 好吗 抱歉 那我们看到 从这个四个当中 我们看到 大卫 他一听到扫罗的死信 他不当没有狂喜庆祝 反而做了 一般人认为很反常的事情 他做了哀歌 他要来调恋 这一代的君王 那我把它 我们通常会讲 一乐为师 终乐为父 我把它改成 一乐为王 终生为父 他一直以来都把扫罗 当成他的父亲看待 为怎么样都好 还是扫罗提拔他的 如果没有扫罗提拔他 他今天也不可能成为今天的大卫 所以扫罗是一个一直都常常报恩的人 弟兄姐妹 或许你可能在你现在所在的教会 是你不是你成长的教会 像我 我现在在新山 我之前的教会是在吉隆坡 其中的一个神教会 我到现在为止 我还是很尊敬我的牧师 我还是很尊敬他 虽然他牧养我七年 但是他给我机会 去发挥我的恩赐 让我有很多的空间 去做很多的东西 所以他也招就了我今天 成为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我都非常尊敬他 一日为王终生为父 难怪上帝这么喜欢大卫 大卫是一个很会做人 难怪耶拿旦也成为了大卫 耶拿旦也要大卫这样的人做朋友 第二 从这个诗歌当中我们看到扫罗 是大卫眼中的英雄楷谋 就是大卫一直来都认为扫罗是一个英雄 因为他在想 边亚敏是一个小支派 然后扫罗都能够从这么多众人而出 他一定有他的特别的地方 所以神才卷选他 神才恩告他 那大卫都一直来 所以大卫在形容扫罗的时候 他说他是以色列的尊勇者 他是以色列的大英雄 a great hero 所以扫罗还活着的时候 如果听到大卫这样称赞他 和欣赏他 那弟兄姐妹不知道扫罗会怎么样想 对吗 那从诗歌当中 大卫呢 非常称赞 非常 呃 赞扬 应该是赞美的赞 不是这个赞扬 赞扬是一点不太对 大家自己改一下吧 那么就给他最高的这个称呼 给他尊勇者 这个尊勇者是 是想到一个 怎么讲 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 在扫罗 如果扫罗不追上大卫 其实呢 扫罗在大卫的眼中 他真的是个大英雄 而且他形容 他说扫罗是非常勇猛的英雄 不怕敌人 比鹰更快 比狮子还要强 哇 大卫形容的 扫罗特别特别的好 他说他比鹰更快 比狮子还强 所以可见哦 扫罗是大卫眼中的英雄 凯模 对吗 弟兄姐妹 你认同吗 他说他是大英雄 He is the person that 大卫想要成为的人 这很可惜 扫罗不知道大卫如此的爱慕他 最后 从诗歌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大卫为扫罗这羞 我一直读到这里 我都觉得大卫真的真的是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大卫的心非常的 纯正 也非常的敬畏神 一个对他不起的人 罪杀他的人 他还可以在他死后的称赞他那么的到位 而且呢 还尽量的保护他 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 倘若一个人犯罪了之后 他可能是一个牧师 他可能是一个领袖 一个弟兄姐妹 他犯了罪之后 我看很多时候 很多教会都会把这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 会把这个人赶走 但是 如果我们用同样的这样的一个 物事的教导来看 我们身为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 如果一个人犯罪的时候 怎么样 我们应该更加的扶持他们 鼓励他们 而不是盯他们的罪 然后 一直的 怎么样讲 这是一直的排挤他 一直的把他放在一边 我们不应该这样做 我们应该想办法把这个人扶起起来 所以你看大卫虽然扫罗死了 他还遮羞 二十节他说 不要在加特报告 不要在雅士基伦街上传扬 免得菲利斯人的女子欢乐 免得未收隔离之人的女子 而金花 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 大卫非常非常尊敬扫罗和耶娜丹 大卫不想扫罗的死性被人知道 他特别是不想菲利斯人知道 可见从这个诗歌当中得知 大卫根本不想见扫罗和耶娜丹师 因为他很珍惜与他们的关系 大卫是一个非常的懂恩包恩的人 他根本不想看到这个悲剧的 他根本不想看到这个悲剧的发生 所以从十七节到二十七节的诗歌当中 我们可以句句的描述 我不相信大卫在这里做诗是假装的 或者是装甲 只是随便学学一下 让大家开心一下 从他的诗他写的诗的用的诗当中 我们可以看得出大卫的真诚 从他的文字的描述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David has a pure heart a genuine heart a soft hearted person 他是一个真正敬畏使人 看得出大卫的内心的真诚 过去他如何一直尊敬 respect soul king soul 他怎么样尊敬扫容 完全可以从这一篇的哀歌当中显入出来 弟兄姐妹 你从这个故事当中你学习什么 你有没有尊敬 曾经牧养你的牧师 你的领袖 你的组长吗 还是你今天已经成为了一个传道人 然后你已经把过去牧养你的牧师都忘记了 牧养你的弟兄姐妹 过去你的领袖 我还很记得 过去我的一个同 怎么样说 就是跟我同伴 牧养我 鼓励我 栽培我的牧者 我非常感谢他们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好吗 亲爱的主 今天早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向你祷告 如果我们过去有哪一些人 过去是牧养我们 帮助我们 提升我们的这些牧者 领袖 长老 知识 主啊 让我们常常都感恩 或许我们 有回家习 有回家乡的时候 我们应该去探访他们 也去为他们祷告 也非常谢谢他们 过去怎么样牧养我们 提拔我们 我们看到大卫是一个如此真诚的人 他是一个懂得报恩 日恩图报的人 难怪神 难怪上帝那么的看重大卫 大卫就是这样单纯真诚的人 主啊 我们祷告 当然教会你 也有这样的一个人 也有教会的这样的一个人 主啊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如此的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阿们